請假秘書來 審查會通過條文中對於重要事項為不實說明者 修正為對於重要事項為不實之說明者 其餘與審查會通過條文文字相同 曾委員民中本人修正動議第十條刪除 宣讀完畢 好 那麼第十條的部分 好 來 曾委員 是 院長 各位同仁 大家好 本條我本人提出的修正動議就是 這基本上是應聲報的財產跟不但取得財產客觀上是不一樣 那假設只是有故意或者是重大過失隱匿 或者對於重要事項為不實的說明 就不要把它推定為不當財產 我覺得這樣的推定 我想請教華務部過去 華務部請教一下 過去有這麼強的推定嗎 這合理嗎 頂多啊 頂多行政法 你就把它推定為不當財產 這一推推太遠了 真的 謝謝 好 來 推定不是市委啦 推定當然 你推定啦 不是 推定還是可以反正來推翻掉啊 只是 推定也很嚴重啦 推定也很嚴重啦 我相信你不敢把它寫為市委 你改那個就把它改為市委 好不好 我改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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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這樣子啦 許律師 這個推定應該可以舉反正推翻啦 這個為什麼要推定就是說 因為不當財產在尤其 這也是為國民黨好啦 國民黨常常在說有很多財產 當時登記到私人財產 也許這個私人 他去世了他的兒子 繼承了以後 那應該還是要回到信託人 國民黨的手裡 不過他現在跟你說我不是啊我賣了 或者甚至跟你在畫 我們看過這一類的報導 所以這個推定 他不說明我們推定 推定了以後我們就可以處理 那你可以舉反正 你舉了反正證明說 這是你爸爸或你 譬如國民黨有一些老一輩的大官 也許國民黨黨產登記在他名下 信託登記在他名下 有一些海外的這一些 那你就舉出證據說 那是你自己賺來的 所以我們這個才可以對這一些 能夠國民黨被清正的財產 才能夠用這一個 把它拿回來 那也可以一方面 也可以拿回一方面 可以在這個場產做一些處理 免得這些人得到不當的利 所以這個推定 在各個角度來講 是對你們國民黨有利 那你們為什麼要反對呢 如果這個反對等於就是說 那我可以不說明 這個財產繼續擁有 這樣是不是 如果你們當時信託在第三年手裡的話 那這些就是可以繼續隱瞞嗎 人家會有這個疑慮嘛 所以這個推定在各個角度來講 都是好的 所以你可以舉出你的反證 證明你的來源是正當的 那當然這個就沒有問題了 你不能舉正當的這個來源就不正當嘛 那不正當當然 這個就是不當黨產的一部分嘛 所以用推定是絕對適當的 以上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謝謝這個習委員 習委員也是徐大律師啦 這樣推真的推太遠 也謝謝你的好意 我還是請教法務部 有沒有一推推這麼遠 沒有沒有 法務部要從專業上啊 當然剛剛顧律師有修理你啊 但是沒關係啊 他就讓什麼認了 剛剛院長一開始有才示喔 我們要尊重專業的發言 個別委員不可以 尊重專業的發言修理你 好來 法務部來 他們要你 把這個 沒有啦 人家顧委員 來 提醒而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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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這個立法的用意 這一條立法的用意 是希望那個政黨跟附水組織 要就是確實的申報啦 所以在這裡因為他的要構成要件是要故意獲重大過失嘛 那另外就是說這個符合故意獲重大過失 他其實還可以舉證反正推翻啦 所以如果說他雖然有故意獲重大過失 最後他也反正推翻 那也不會變成是一個不當黨產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立法上應該沒有問題啦 好 還有一個問題喔 你看 你看喔 裡面還有喔 遺漏 你看遺漏就要這樣子 遺漏就要推定 或對於重要事實 什麼叫重要 每個人看法不一樣 唯不實是說明 他一路就要推定耶 來 政官 有嗎 請說 那個總統我可以問一下 市長一個問題 來 因為這個條文是你們定的 我再問一下問題喔 就是有關於剛才講這個本會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本會還沒有確認 到底是哪一個單位 到底是監察院還是行政院還是司法單 我們現在還沒確定 但是我們既然要授給本會 未來這個調查文會這麼多的權限 我們是不是認為這個認定上面是應該由他們來舉證 而不是該財產推定 而不應該是由人民團體來去舉證 好來 許律師 其實民法規定的很清楚啦 故意或重大過失是責任不得預先免除啦 不得預先免除就是說 你不管任何狀況 你不可以用各種聲明或契約或什麼 甚至在法律裡面都不可以來把 故意或重大過失來預先免除 這民法裡面規定的很清楚 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 都已經把故意跟重大過失都掛在這裡了 所以換句話講 如果說以後要處罰或什麼樣 那對於那些所謂的輕過失 這些都還不包括 在裡面要件都已經這麼嚴格了 那還不能同意 這到時候都覺得很奇怪 那也就是說要故意 或者是接近於故意 然後這個隱瞞難道都不應該去追嗎 所以這一個對於因為 故意或重大過失的這種隱匿遺漏 這前面還是有要件啊 這本來就不能預先免除了啊 民法規定很清楚啊 只不過把那個規定再加上這裡以後 然後呢用說你這一些財產來源不明的時候 當然就我們推定你是不當當產 那你就舉出反證嘛 所以對他權力沒有任何的損害 而且他還可以提術院 縱難認定了就他還可以提術院 還可以打行政訴訟 救濟管道非常的暢通啊 也救濟管道並沒有給他任何阻礙啊 所以這個應該是很正當的一個條文啊 為什麼要刪除呢 所以我覺得這應該是應該要繼續按照這個方向來走才是正確的嘛 我還以後的問題 遺漏呢 或者是對於重要事項為不實之說明者呢 不實說明就是故意啊 遺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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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遺漏不是故意或重大過失嗎 你沒有啊 你盾點盾在哪裡啊 這個沒有問題的啦 故意或重大過失當然是接到後面的遺漏嘛 怎麼可能會故意重大過失只接到隱密 那個不是盾點啊 是盾號拜託的 好 第六條你看看第六條 沒有問題 怎麼樣就 維持原條文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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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第十條 我看我們就維持原條文 來十一條 蛤 要保留 沒關係 要保留 要保留 好 要怎麼樣 好 來保留 好 讓大家再想一下 好 來 十一條 審查會通過條文 第十一條 本會之調查得為下列行為 一 向有關機關購 調取卷宗及資料 亦得向稅捐基增機關 調取財產所得營業納稅等資料 不受稅捐基增法第三十三條規定之限制 二 要求法人團體或個人提供帳冊文件 及其他必要之資料或證物 三 派員前往有關機關購團體或事業之所在地 事務所營業所或其他場所或個人之住居所為必要之調查 四 以書面通知相關之人陳述意見 通知書中應記載詢問目的時間地點 得否委託他人到場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 五 其他必要之調查方法 前項調查發現 由於政黨附水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財產之來源 取得方式相關資資料者 得為複製留存備份 必要時並得臨時封存有關資料或證物或吸去留置其全部或移部 但其封存吸去或留置之範圍及其間 以供調查鑑定或其他為為保全之目的所必要者為限 封存吸去或留置屬於中央或地方機關購持有之資料或證物者 應經主管長官允許 但主管長官除有妨害重大國家利益之正當理由 不得拒絕 吸去之資料或證物 原持有之機關購 應加概圖章 並由調查人員發給收據 本條之調查應課遵正當法律程序 以符合比例原則之方式為之 本會派員執行調查時 應出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 其未出示者受調查者得拒絕之 為執行本條之調查 本會於必要時得請各機政府機關或警察機關協助 第十一條民進黨團修正動議 另外用文件呈請各位委員參閱 就在另外的文件 大家看一下 我說明一下好了 好不好 第十一條 看起來是國民黨沒有修正 那我們這個文字把它調整而已 本會是調查 因課尊正當法律程序 以符合比原則 這個大家應該沒有意見 這條當時在委員會討論 我記得是第一條 大家非常有意見的討論 你們還沒討論這條以前 你們已經社罪了 有啦 我有印象 沒有啦 好來 這個齁 當時大家有講 這個也是一開始大家講的 我們一個行政機關的調查的權限範圍到底有多大 對不對 那裡面你提到說派員 當時其實大家有在質疑 這個員是什麼樣的員 是委員會的委員 還是委員會隨便派一個工作人員 就前往調查 因為他這個條文其實是執行蠻多調查工作的 就是有點比照是這個司法人員在執行調查工作 那所以我要問的就是說 這個派員前往有關機構 這個是怎麼樣一個程序 是派哪個員 是調查委員會裡面的委員 親自前往調查 因為監察委員是這樣 是監察委員自己去到現場調查 還是他可以隨便派一個工作人員 賦予他那麼大的權力 他就來做這件事情 這要解釋一下好不好 好來 來要不要說明一下 好來 我只是說明一下 當時已經說明了在委員會 就是說明這個是都是 沿公平交易法相關的規定 把它納進來的 就公平交易法的行政調查的那個 事項把它納進來做一個規範 所以沒有什麼太特殊的地方 所以現在那個王委員提到的是哪一款 派員的員 第十二月 第十二月 第三款 那你如果派員不喜歡 我們就前往有關機關 什麼什麼什麼 要去調查 那這個本來就是本會 在做調查的一個必要的一個動作 對啦 我的問題明確一點 是由誰來執行這個調查動作 是你們所謂的調查委員會的委員本人 還是是哪個員 你的派員是哪個員 你們隔壁 那兩位 派員 你們第一的法令要問 其實 院長 其實這一條 當時在委員會 大家非常有意見 就認為這個是東廠 為什麼說會說是東廠呢 因為這個條文裡面包山又包海 然後包山的包海 而且可以任由大家調查 其實這個很違反民進黨 那時候一直在講說 我們對很多的這些 我們那時候在講什麼 警總是不是 警總在線啊 的條款 所以我想這裡面的內容 我們可以 沒有啦 我說說 來 其實這一款 我們應該整款整體的來看一個 好不好看完 因為本會派員執行調查時 應出事有關執行職務制證明文件 沒有出事的話就可以 對於這個調查可以拒絕 所以這本來 這就是一個調查委員會裡面的 包括委員 包括調查委員會裡面的 相關的 主任秘書 這些相關的人員 所以派員指的 所以他有要出事文件 這一定是委員會裡面的成員 這個很清楚 委員本人是不是 來倒數第二項 倒數 我們看第14頁 倒數第二項 委員會派員執行調查時 應出事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 其為出事者 受調查者的拒絕之 所以是 什麼樣的職務 對 現在喔 就是說 比如說我是這個委員 然後我找我的助理 去調查可以不可以 你這樣來講是可以的 應該是 你可以的啊 找一個助理去 你怎麼會殺你 對 出事證件 證件沒問題啊 證件沒問題啊 但是是 必要是請各級機關 讓警察機關協助嘛 沒有啦 跟他無關的啦 他現在在說第一次 我覺得重點不是那個證件 而是這個人 應該具有什麼樣的 代言的員是誰啦 你們的問題是 而且這個人應該具有什麼樣的資格條件 你要賦予他這麼大的任務 你可以隨隨便便 我說我證件給你就去 有這麼任意性嗎 不會是 這個某種程度是強制處分權的 變成這樣子 這麼 來 周委員 這個部分我補充一下 這個部分我們在委員會討論的時候 就有跟那個國民黨的委員說明 就是 行政機關在執行職務的時候 就有封存相關文件證件的權利 在證券交易法64條 期貨交易法98條 還有這個監察法27條 就是說 調查人員他在必要的時候 他都可以臨時來封存證件或者吸取權 那是調查人員 那調查人員我們現在當然就是可以定義 將來就是這個調查委員會裡面的 我們的編制內的人員 要寫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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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另外定組織就好啦 那個 公民交易法27條 它一樣是一個獨立的機關 然後委員會的架構 是27條的 第一項的第三款一樣是寫 派員前往當事人及關心人之事務所 營業所或其他場所為必要之調查 他一樣是寫個派員 然後他在最後一項就寫說 執行調查的人員執行公務的時候 要出示有關職務的證明文件 那這樣都已經有前例的規範可循了 對不起 那個公民交易委員會 是我們在行政體系裡面的獨立機關 今天我們這個不是 正式編制的組織 有正式的公務人員跟職員 那這個行政院下設這個調查委員會 我請教 你設幾個是一個專職專任的職員 跟職務執行相關 你這個不是耶 你這個可以跟公平會來類比嗎 他不是每一天都在 而且如果行政調查 你這個委員會的話 他要主改 如果變成公平會要主改 對啊 就增加一個單位 就這個單位變主改 增加一個單位 那如果國民黨覺得說一定要委員 那就下面寫給我指派委員前往嘛 這樣好不好 那如果這樣的話 這一堂是不是就沒有意見 對不對 不是 因為 因為你這個沒有意見 不要說我們浪的這樣子 那你們就說整條雞蛋 這個不是這樣 這個根本就是包山包海好不好 好 好啦 我們 我們都可以討論 如果要派委員把他講清楚 那 不是派委員 復律師剛才特別 這個其實跟我們的組織法裡面 行政機關的那些組織編制是有關的 你如果一個獨立機關 我們這個部分如果說要把它弄成獨立機關 那又有獨立機關的處理方式 對 那但是這個我們在整個組織法裡面 沒有這個部分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你說委員就可以調查 你在一個黑機關下面的委員就可以去調查 不然你們建議是怎麼樣的人可以調查 他委員可以啦 委員 委員 委員本人 派委員 改派委員 那委員是什麼 就是 就是那個調查的委員 對啦 就是 好 那 你旁邊給他掛呼 委員會的委員 他已經調查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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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比較明確 怎麼樣 好 這一條 他當然是委員 這是執行 好 好 這一條先保留 就是這個派員 是要用什麼樣的法律條文 比較明確 而且沒有爭議 而且符合法律的這個概念 想一下啦 不過國民黨的意思 很清楚 就是說這個要明確化 是 是不是 好不好 好 所以十一條 大概就是 這裡有意見 就是這一點有意見 其他沒有問題 好 來 十二條 審查會通過條文 第十二條 受調查是機關構 法人 團體 或個人 不得規避 拒絕或妨礙調查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 他撤了 撤了 好 那十二條 就照審查會 民進黨撤了 有練了 練了 練過了 不要這樣啦 你不要走啦 再一次 好 十二條 這個 沒有 大家都沒有提案 所以十二條 就於審查會 十三條 好來 十三條 民進審查會通過條文 第十三條 向本會提供政黨附水組織 或其交付 移轉 或登記於受託管理人之財產所在 來源 取得方式或處分等相關資訊 並因而使本會發現 並追回政黨附水組織 或其交付 移轉 或登記於受託管理人 隱匿遺漏申報之財產 或不當取得財產者 本會得著於獎勵 本會對於舉發人之身份 應於保密 第一項獎勵條件方式 及其他相關事項 由本會令定之 民進黨黨人修正動議 他測了 好 那十三條就照審查會了 這個沒有什麼意見 來 十四條 審查會通過第十四條 本會依第六條規定 所為之處分 應今公開之聽證程序 民進 不是 那曾委員有提案 曾委員民進黨人修正動議 第十四條 本會依第六條 及第八條第五項規定 所為之處分 應今公開之聽證程序 宣讀完畢 好來 包括第八條第五項 是 好來 要不要說明一下 第八條第五項 我練給各位 第八條 來 本會得主動調查 認定正常之護水組織 及其受託管理人 並通知其餘 受本會通知 通知日期六個月內 向本會申報第一項財產 因為這第五項 相對是比較重要的事項 所以我們是建議能夠 經過公開的聽證程序 來認定它 這個合理啦 這個 這個是都多多少 黃世新才弄來 所以實在實在 對 對啦 但是那個第一 來 什麼理由啊 你要不要講理由啊 不能只是不接受 要有理由啊 來看一下 大家好好看一下 為什麼不敢講 他很合理 這沒有關係 院長 我就讓他們看一下 我先說一下 好來 你先說 這是說 這是說 因為你這是等於說 這個等於說 這個等於要剝奪他的一個財產 他認為他是一個要申報的財產 這麼大的事情 如果有個公聽的程序比較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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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個公聽的程序 這樣 給你 給你 沒有啦 我剛剛跟你說 那個錢應該是貨才會貨 你們的意思應該是貨 對啦 對啦 貨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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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修正動議 急改貨 那就 急改貨 那就依照鄭民中委員的提案 有差別 有啦 我知道啦 我知道啦 那這樣子啦 那用貨就沒有問題 對啦 對啦 可以啦 可以 好 沒有問題 什麼 什麼 有共識好幾條的 怎麼只有這一條 來 第十五條 審查會通過條文 第十五條 調查結果 應今本會委員會決議後 做成處分書 處分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 處分相對人之姓名名稱及地址 二 受調查之財產及其權力現狀 三 財產處理方式之阻止事實及理由 四 有付款者付款之內容 沒有 都不用念 他們沒有意見 我們作案 作案就不意見了 你們不要就不要念 不要念 你們不要的 我們也沒有意見 就不要念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六條 十七條 還有張明 還有張明 都沒有 我們有意見 好 我來宣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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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 十六條 十七條 第三章的張明 民進黨都 民進黨黨朝都撤掉 所以就以審查會的意見通過 來我們進行 第十八條 審查會通過條文 第十八條 本會至委員十一人至十三人 任期四年 由行政院院長派聘之 並指定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 一人為副主任委員 委員出缺時 行政院院長應於一個月內 依前項程序派聘之 其繼任委員之任期 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委員中具有同一黨籍者 不得超過委員總額三分之一 且單一性別之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本會主任委員特任 對外代表本會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 第十八條第一項同審查會通過條文文字 第二項修正為主任委員 副主任委員或委員出缺時 行政院院長應於一個月內 依前項程序派聘之 繼任者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第三項第四項同審查會通過條文文字 會員洪泰等人提出修正動議第十八條 本會至委員十一人至十三人任期四年 依下列程序產生 一由立法院推舉十一名至十五名社會公正人士組成本會委員審查委員會 二由行政院提名本會委員候選人提交審查委員會 以四分之三以上之多數同意後 送請行政院院長聘任之第二三四項均同審查會通過條文文字 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第十八條 本會立署監察院至委員十一人至十三人 由監察院院長就下列人員提醒總統太聰監 並指定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 一人為副主任委員 委員處主任委員外均為無幾職 一監察委員 二法律經濟財稅會計或地政等學者專家 三律師會計師等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工會推薦代表 四其他社會公正人士 本會委員具有同一黨籍者 不得超過委員總合四分之一 本會委員任期同本條例施行期間 宣讀完畢 好來第十八條 來那個有誰要表示意見 國民黨有兩個觀眾 我想我們那個國民黨當然有我們的 一個版本嘛 兩個版本嘛 要二折一吧 那國民黨這個 本會隸屬監察院嘛 那委員就是十一到十三人 所以我們國民黨黨團是主張 隸屬監察院這一個案子 好來 來 我講一下 最好當然是監察院 如果真的實在不行 你們一定放行政院 我推薦球技師 很卑微的要求 很卑微的一個做法 不要同意關 因為老柯前幾天在議場裡面 親口跟我講 你國民黨也挑好推薦代表 那個模式什麼 我們就公司模式 公司模式就是這樣 推薦代表是客氣公司 公司模式十萬八千里 公司模式 公司模式 這個東西人家一直在認為 這是一個清算鬥爭的組織 那你用公司模式的話 就是說我們立法案組成十一到十五個 公司 然後行政院長不管提誰 只要黨籍不要超過一定的比例 然後這些人才投票 這個完全是公司的模式 我們就有一個平台 我們可以也推薦評審委員 不是提名人 評審委員 到時候他很讚 公司也產生董事 也沒問題 公司現在在投票 二十一個人只被刷掉十個人 都會通過 都會通過 他這個東西都會通過 所以我說 如果可以的話就監察委 不然就是公司模式 你們這樣 報告書院長 因為本身來講 親善鬥爭的味道已經太濃厚了 稍微讓在野黨有一點點的空間說 我們也可以 公司在哪裡 我們只是評審委員 評審委員而已 委員還是你們提 委員還是你們提 還是行政院總提的 這樣而已 什麼評審委員 評審委員 因為公司模式 公司模式 公司模式是高門感十分之三 對 十一到十 你只要掌握十分之一 掌握十分之一 這個法都沒有用 沒有啦 什麼會呢 你的議事是 應該是行政院 行政院 行政院提名 立法院來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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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意思是這個意思 立法院來同意 立法院來同意 立法院的同意的話 就是說他會有一個審查 審查各政黨推派代表 去審查這個行政院提名 他要用十分之三的 到門檻來 門檻來 可以說的 公司模式就是如此 我講一下 因為從第一條到現在 在座民進黨的先進都講說 為國民黨著想 我們這一條倒過來 為你們著想 沒有啦 你立法說 為你們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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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選出來了這些委員 貴的比例很高 那也好 為國家著想好不好 為民進黨著想 為你們著想 為國家著想 好啦 二總長 我們互相釋放善意 我再講一下 好啦 等一下 我講完了 你這有兩個版本 一有廢洪泰 一有共產黨團 你是有哪一個 廢洪泰 底線廢洪泰 我再補充一下 如果我們看到 原來民進黨提的這個版本 所有的權力都集中在行政院院長的手上 對啊 所有的權力 這個行政院院長 會不會是現在林選 大家不知道 未來搞不好還在換人 那如果他是政治任命 這樣子的一個行政院院長 他在任命的委員 大家會太把它政治解讀 但是我們從剛剛的討論到現在 我們也希望這件事情 做得公平公正 大家沒有質疑 所以這個委員會的產生的過程 非常重要 如果你過程是大家 朝野大家覺得 對委員的人選 是沒有意見的 而且是多數四分之三同意的 我想他將來執行起來 剛剛我們前面還講 還要派他去調查 這個委員如果本身的公正性 被質疑 他去調查什麼 他一調查 他做了調查結果大家就覺得 你不公正不客觀 因為你前面的提名過程 大家就不認同 好不好 阿倫先生我講一下好不好 我先講一下 我先講一下 你說 剛才你說的公平會 公平會的委員 還有經過我們律法院同意 你這個要給人家判定 你要限說 律條公了 你要剝奪人家的財產 結果 只要林選一宣布誰就誰 這樣給人家非常不好 到底是東廠 真的是 非常不好 感覺非常不好 立法院 你要心中沒有東廠 立法院一定要角色 在這個委員會的成立 立法院一定要 這個第十八條 我看這樣子啦 先保留 民進黨黨團 拿回去思考一下 看是監察院還是立法院還是行政院 好 來第十九條 審查會通過條文 第十九條 本會至主任秘書議員 曾主任委員之密 處理會晤 並指揮監督所屬人員 至工作人員若干人 辦理本會幕僚作業 均就行政院及相關機關人員派監支 各相關機關並應指派專人負責協調聯繫事宜 本會組織規程由行政院定之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第十九條 第一項 為實現本條例之立法目的 於非委員會開會期間 如欲有迫切且應立即處理之事項 主任委員或其指定代理委員 得於未預約本會職權之必要範圍內 採取緊急或是第一三項 同審查會通過條文文字 國民黨黨團修正動議第十九條 第一項中主任秘書修正為執行政院 執行長 行政院修正為監察院 宣讀完畢 好 這個條文齁 我們對於是今天還有以後 我們還沒有定論 這個先保 好啦 這個先保 但是沒有沒有 我們的修正版本裡面有 對於委員出出來的版本 有一個緊急主任的措施 就是說 以非委員會開會時間 如欲擊破四項應該立即處理 這個緊急處理措施 有主任委員 後期指定的代理委員 來開會 你看 這位左邊的 主任委員獲期指定代理委員 對 那是什麼動 緊急措施嘛 很好吃 那是什麼措施啊 通常有在開會 但是沒有在開會時間的時候 有緊急情況的時候 這個修正動議這個文字條文看起來真的非常的模糊 所以我才說 譬如是什麼樣的情況 會讓主任委員 或指定代理的委員 而且在沒有逾越他的職權範圍內採取的緊急措施 所謂的緊急措施是什麼 譬如說 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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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鎮定一下 那這就由你們任意解釋 如果你這個法律的定義不夠明確的話 你隨時都啟動這個 隨時的 緊急就是緊急狀況 什麼狀況嘛 好緊要討斷喔 這個要比較明確的範定 譬如說 你說是什麼樣的緊急狀況 說明欄給你說明清楚好不好 好 那麼這一條先保留 因為 這一條先保留 你也可以放到說明欄 好來第二十條 審查會通過條文第二十條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第二十條 我們兩個不要 總統解除其職務 宣讀完畢 這個只是單位的不同 這是保留啦 這個單位確定才有辦法處理啦 這個沒有現在沒有辦法處理這個 來二十一條 審查會通過條文第二十一條 本會委員有下列行刑之一者 應由行政院院長免除或解除其職務 一 死亡或因罹患疾病 致不能執行職務 二 辭職 三 受監護或輔助宣告 上位撤銷 四 違法 背遲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 五 因刑事案件受羈押或經起訴 好 這個我看也保留啦 因為這個監察院跟行政院沒有解決 我們根本就沒有辦法處理這一條嘛 好 來 二十二條 審查會通過條文第二十二條 本會委員會議每月舉行一次 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均由主任委員為主席 主任委員不課出席時 由副主任委員代理之 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均不課出席時 由其他委員互推議人為主席 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過半 出席時得開會 議案之表決 以出席委員過半出之同意為通過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縣 一 第六條規定所為之決議 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出席委員過半出同意 二 一 第二十條第二項規定所為之決議 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這個 曾委員 這個好像兩個案子 來 曾委員你來練一下 好像很接近 來 有一個 委員曾林中等人提出修正動意 第二十二條第二項增列但書 但第六條 第八條 第五項 及第二十條第二項之決議 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 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其餘文字與審查會通過條文文字相同 沒有 我替他講一下 應該是第六條跟第二十條第二項 裡面的那個通過門檻不一樣 一個二分之一個三分之二 曾委員就把建立說都三分之二 這樣啦 沒有那麼單純吧 沒有那麼單純 哪有 第二個 為什麼要三策三策 是因為委員不公正要把免職 我們要把不公正要把免職 我們是三策三策 是這樣的而已 你們是還韓國大法 到其他條文 第八條第五項 韓國大法文其他部分 所以兩個表意的東西是不一樣 第八條第五項也是要剝奪人家財產 是主動調查的 第八條第五項也是啊 所以前面不是你們已經同意了嗎 那個第八條第五項 對啦 好 二十條第二項 好看一看 拿回去 好二十二條 我們先保留 回去稍微看一下 好 二十三條 審查會通過條文 第二十三條 本會應就業務執行現況 與不當取得財產之調查進度 即時公佈於行政院不當黨產專屬網站 並應每半年向立法院提出報告 您 這個保留啦 這個都是監察院跟行政院 二十四條也一樣 只是監察院跟行政院 現在中六再回來喔 那是第二條 二十四條 這都監察院很建議 你三 你三 你三都一樣 有啦 那都不理我 但是二三條 他剛才變得了 立法院冠零 你三條 犯人向立法院提出報告 是監察院跟行政院的問題 是保留啊 監察院受立法院管 立法院向立法院提出報告 不是那個問題 是監察院跟行政院的問題 這個現況 對喔 好來 第二十五條 審查會通過條文第二十五條 以本條例所取回或追徵其價格之不當取得財產 拜託拜託 好 二十五條已經撤了 撤了撤了 好那就照審查會的意見 張明也撤了 二十六也照審查會嘛 撤了嘛對不對 二十六 二十六因為我們當時在委員會通過的時候漏了一個第八條的第五項 所以這個第八條的第五項是要加進來沒有錯 好 有意見 有意見 這個就恢復前面的一個 弱類罰則嘛 弱類罰則 剛才 剛才 請看二十七條 很軟的 剛才法務部在講的時候 那個 大醫師講說這些罰則都還沒有要討論 這是二十七條嗎 二十七啊 我猜二十七啊 現在就二十七了 可是啦 你們罰就從五十萬開始起跳 他那要 那是要拿幾頓的歎 才會見 好那二十六條 你只有罰五十到兩百五十萬 那金額太高 先保留一下 二十六條或第五項只是補充而已啦 好那就 所以說這個也要處罰應該沒有意見吧 至於要罰多少要怎麼樣罰 後面 還在後面怎麼這麼說 金額先保留啦 金額先 你怕怪怪就對了 好二十六 來二十六號先保留 語言不詳就對了 好 二十六號先保留 你們注意看 你們等一下看一下 來二十七 二十七 審查會通過條文 審查會通過條文 審查會通過十四條 政黨附水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 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定者 處該處分財產價值之一倍至三倍罰還 民進黨黨團修正動議 第二十七條政黨附水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之代表人代理人或受僱人 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定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復興 前向之未罪犯罰之 違反第九條第二項規定者 處新台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款 預期未申報者每逾十日得暗次連續處罰 賴委員士保等人修正動議第二十七條 政黨附水組織或其受託管理人 違反第九條第一項規定者 應沒收及處分財產之利益 宣讀完畢 好來 二十七條請大家表示意見 請國民黨看一下 這個跟審查會的條文不太一樣 二十七條審查會的條文在最右邊 他只有罰則就對了 對啦 沒有行責 這個就是剛才那個顧大力士在講 對 沒有行責 好啦 好啦 怎麼樣 好來 來請顧位 欸 你要按 行責 行責不要 但是那個第九條的第二項 當時也是漏了 應該要吃 那就是還是罰則 沒有行責 第九條第二項就是說 請處分後的三個人要製作清冊報本會被查 他沒有製作清冊 違反作為義務 所以第三 我們現在修正動議的第三項要維持 然後也要維持第二十七條原來的第一項 就是要有違反第九條第一項 也要違反第九條的第二項 那現在就是不用刑法的話 那全部都用划緩嘛 那全部都用划緩嘛 可以吧 怎麼樣 你那個划緩還是要符合 就是說那個 你發錢喔 要划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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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這個法務部幫我們報告一下 他不會是一個不當當成為了十萬塊二十萬 為了十萬二十萬拿去 一定都是很大的金額 麻煩法務部說明一下 就是說這樣子的一個罰款 跟其他適用大概等同的法令的位置 然後罰款是不是差不多 還是不符比例原理 來 我們請侯部司長 請問一下我們現在是要回覆到審查會通過的 對對對 他就是一倍當三倍嗎 審查會 審查會像一項嘛 對不對 審查會是第一項 但是修正動益的第三 就是民進黨版的修正動益第三 第三項移到 加進來 成為審查 另外兩個項而已 變成 對 就是違反第九條第二項 規定者處新台幣 新台幣十萬元以上 五十萬以下罰款 那違反制 就是如果財產清澈而已的作為義務 這樣 所以十萬計五十萬 應該是適當吧 第九條第二項 通常十萬到 五十萬元 三十五到一百 目前現行法的相關規定 部分的財產申報都不可以 所以是第九條第二項 但是 那個二十七 就是審查會通過 一倍到三倍的 因為好幾號大法 他的解釋 對這樣的處罰 比如說 第一通常的規定法 處罰 交易金額的一倍到三倍 所以 因為交易金額很大 像亞洲 韓國公司 他 交易金額四十二億 那就處罰他四十二億 說 那個被捐到違憲 那因為這個部分 也可能有這種情形 所以 我們在一倍跟三倍之間之外 要不要加入最高金額的限制 沒有 我們沒有辦法一次多少 一倍到三倍 但是要有一個最多 不得於十一元 各種都要聽好 不可以違憲 這個沒有我說 不可以違憲 露稅法多少 一到五倍 露稅法一到五倍 露稅一倍到五倍啊 怎麼樣 我們 學委員你們呢 你們的看法 露稅基金法和索隆稅法相關的是 頭肉稅是罰一倍到五倍嘛 所以這裡已經把它降低一倍到三倍 你的意思是說 有一些 要不要定上線 要定上線 都上十億嘛 不得超越十億嘛 不得預十億嘛 有的不得百億 有的不得百億 因為藏在美國的運行 還經運行在 不得百億 既然有違憲的疑慮 我覺得建議法務部 建議我們說 那應該這個條文 讓我們提視線 就是這個條文 應該怎麼修修得更合理 我們現在就要討論一個合理的東西嗎 我們不是說不法 剛剛法務部提到那個 你像亞航那個是不是 那個其實都是比較特例 所以他提出了這一些視線 如果真的產生像這樣子 幾十億一罰 變成一到三倍幾十億的話 你怎麼再來視線嘛 那這一部分會不會因為這樣子 啊不懂 如果平常的話 三億兩億了 那個我想不會產生這個問題 楊航案例 是怎麼樣講清楚一下 怎麼叫楊航 我們依照那個公職 楊航在哪裡啊 立立衝突迴避法的規定 就是違反立立衝突的話 他依照他交易金額 那個處罰交易金額的一倍到三倍 那亞洲航空公司他就是國防部的我們的國營事業 但是國防部部長當時是蔡明憲的地理當亞洲航空公司的董事長 那因為他有違反利益衝突迴避法的規定 那交易金額是42億 對 這麼龐大 後來因為這樣罰他42億 所以他去書院 後來我們法務部有想辦法讓那個交易金額做嚴格的限制 去再重新認定 有降低比較低的金額 但是因為從這件事情我們也發現 就是說我們那個條文其實是有疑慮的 所以有趕快去修法 法也修通過了 後來大法官也確實是宣告那個是違憲的 那除了這條規定之外 在有關酒的專賣也是一樣 他一瓶儲罰他兩千塊 那沒有最高金額的限制 那個也被大法官宣告危險 大法官對於最高金額的限制 他認為要限制到什麼程度有沒有特別說明 我說明一下 我的看法就是說 因為剛剛那個還用有在講到那個所得稅法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比較好比你類似的概念 因為他這個是儲分等於是他把它漏掉了 就是說我們應該要把它增到這個錢 可是他把它儲分掉了 那一樣啊 所得稅我們應該要增到 然後他逃漏掉 那逃漏掉了以後我們會處罰他 我不曉得各行相關的規定不太一樣 有的一倍不曉得到幾倍 一到五倍 那所以同樣的概念來比擬的話 所得稅法也沒有一個比較沒有一個上限的概念 因為要看他逃漏的稅是多少 對不對 所得稅法目前是沒有被宣告違憲 那不表示他就沒有違憲 因為那個剛講那個九九的那個部分也是後來才被宣告違憲 他其實也是施行很久 那這個我是不確定 我只是把過去大法官解釋的狀況提供給各位委員參考 但是因為這個喔 國民黨的黨產我們也不知道多少啊 萬一對不對 他處分掉了好幾百億 我們還是要追一下 好啦 要怎麼追國民黨黨產都沒有問題啦 在北京喔 四萬大那也快八百多億的 好啦 怎麼樣追國民黨黨產通通都沒有問題 但是把握個原則 立法院立的法不要違憲好不好 好 那個我們看十安法第五十一條啦 一到二十倍 而且沒有上限 十安法 十安法出人命啦 這多少英文在裡面啦 那這一個表演 真正當勞的 好啦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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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這一個二十七條民進黨的修正版本 包括受僱人都加在裡頭喔 你們這個是有沒有要刪除還是 包括受僱人也在裡頭喔 有刑罰的部分 你們現在 刑罰已經拿掉了 拿掉啦 我們再講一遍 刑罰拿掉了 刑罰的那個拿掉了 現在就是回到 回到原來的條文加東西啦 你這個條文齁 你把它回到原來的條文 然後要加東西 是不是寫一個完整的文字出來 好 我們來 那個 寫一下 好 那二十七條先保留啦 先保留 那我們寫好再處理啦 我有一些疑慮的部分趕快想怎麼修啦 來 我炎又兩天好不好 兩行怎麼有四十二億可以投資 不可能吧 日本人大概十幾億而已啊 好 二八二九 第五張 你怎麼搞錯航空公司啊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那都沒有什麼意見啦 怎麼會沒有意見啊 蛤 因為都沒有人提意見啦 我們沒有提意見 都沒有人 民進黨也可以策案 沒有啦 民進黨也都策案了 所以 二八 二九 第五張的張明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民進黨也都策掉就都沒有提案了 那我們就照審查會 來 第三十三條 來 請宣讀第三十三條 審查會通過條文第三十三條 本條例事情細則由行政院定之 民進黨團修正動議 第三十三條 本條例事情細則由主管機關定之 國民黨團修正動議第三十三條 本條例事情細則由監察院定之 好 保留 好 這個保留 那三十四條 審查會通過條文 第三十四條 本條例事情細則由行政院定之 民進黨團修正動議 第三十四條 本條例事情細則由行政院定之 國民黨團修正動議 第三十四條 本條例事情細則由監察院定之 宣讀完 好 這個也保留 因為這個 老科先不要走 老科先不要走 還沒有結束 怎麼要走 沒有啦 他不能照這個 大家 那現在 大概保留的條文 有 我先問一下 大灣市是第幾號 雅航 七六不是雅航嗎 你說雅航是哪一個案子 雅航在台南 雅航在台南 他沒有 他沒有 他是幾億 我們老四你們看完再來談好不好 好 我們 我們保留的案子有名稱 然後第一條 第二條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第八條 第九條 第十條 十四條有保留嗎 十四條就有保留 這OK啊 十一條 十一條 對 我這邊有啦 院長再唸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慢慢來沒有關係 好來 名稱保留 然後第一條保留 第二條保留 第四條保留 第五條保留 第六條保留 第八條 沒有 第八條沒有保留 沒有 第八條沒有保留 日期 日期 日期要配合 前面 所以 第八條 後面是沒有意見 只是時間要配合前面的時間 第五條的時間 這個紀錄要寫得很清楚 然後第九條保留 第十條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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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第十一條保留 那麼 請民進黨黨就是派員 把他講清楚 這一條就沒有問題 不是 就是派員 我們剛剛同意就是說 他們一定要堅持 就是指派委員 好 那指派委員可不可以 指派委員 不是不是指派委員 是委員會的委員粉絲 對阿 指派委員 指派本會委員 就是委員 指派本會委員可以嗎 指派本會委員可以嗎 好 那指派本會委員 指派本會委員 前往有關機關團體或失業之所在地 那如果指派本會委員 沒有意見 那十一條我們就照修正這樣通過 想看看好不好 蛤 可以嗎 就是只有這一點而已 就是派員 要派什麼員 要保留還是要 這調查的事情 好 可以 可以 好 那就指派本會委員 修正這樣子 好 那十一條就這樣修正 就按照民進黨的修正動議的 再修正通過 對 好 這算是誰商 誰商 好 然後 十二條 沒有 然後再 十十四條 十四條也是 十四條OK的 就是 即改或 即改或 就修正 照曾委員的 即改或 然後就通過 所以十四條算通過 即改或 那 十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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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到十八條保留 然後十五十六十七 還有第三章都沒有問題 然後十九條保留 二十四條保留 二十一條保留 二十二條保留 二十三條保留 二十四條 保留 這個都是監裁跟行政院的問題 二十五條 照審查會的意見通過 然後 然後 第四章 照審查會的意見通過 二十六條 二十六條 保留 二十六條保留 二十六條保留 二十六條不是過了嗎 沒有 沒有保留保留 那就是 罰錢的事情 說要再討論 然後 二十七條保留 二十七條保留 然後 再過來 二八二九 第五章 三十三一三二 三三 三二到三二 就照審查會的條文通過 然後 三十三保留 三十四保留 OK 就這樣子 好來賴委 主席 我特別要跟顧大律師糾正一點 這個法案真的只顧著國民黨 七十六年 你看 讀清楚 他是政黨 叫做七十六年七月十五前成立 並依通 動員刊斷時期人天法 動員刊斷時期人天法 是民國七十八年 所以 民進黨成立在 民國七十五年九二十八是自己宣布的 沒有弊案 沒有登記 他正式成為政黨是在民國七十八年之後 所以民進黨不適用 這個法案民進黨不適用 知道嗎 民進黨不適用 只有國民黨適用 所以 所以我才說 這個應該就 證明夫就是中國國民黨 沒有民進黨的 沒有民進黨 因為如果 如果照你這個邏輯 很清楚 如果照你這樣的邏輯的話 動員刊斷時期人民團體法 什麼時候 那是民國七十八年 對 那國民黨 國民黨什麼時候成立 早就成立 對 那國民黨什麼時候依照動員刊斷時期人民 早就登記了 也是七十八年依照那個才會 病啊 那你要把他免除嗎 我還你的 不是啊 不是 他在 不要忘了 他是在民國七十六年七十五 以前成立的喔 成立 成立 並且 並且依動員刊斷時期被案的喔 欸 不要忘了 他是之前成立的 好啦這個想一下喔 只要針對新的 是針對中央國民黨 好不好 是針對中央國民黨 好不好 民進黨包進來 沒有民進黨 沒有民進黨 民進黨包進來 民進黨包進來應該八十年才是包進來 真的 七十八年 你以後說明就寫民進黨包進來好不好 那不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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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最明確的啊 你以後八十年才是啦 八十年才是啦 沒有我再說一下 八十年才是啦 民進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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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包進來 國民黨包起來 好不好 嘿咧來來 那個 柯總抓 還有我們現在喔 利用在整理一些文 就是剛才的 大家的決議 我們的共識喔 我們 對 等一下喔 那 禮拜一 到底討論 就是 就是 國民黨黨團 希望是十五個嘛 十五個嘛 好 那 民進就是十五個 三分鐘 三分鐘 那個是規定喔 三分鐘 那 每一個 有問題的 沒有共識的條文 國民黨是希望都要 有五個發源吧 好 好 好 這個我們講清楚啦 大理討論是十五個 啊 主條 進入主條是五個 沒有共識的喔 那 親民黨 跟 時代力量 好 還有 民進黨 看你們的意見 我們兩個十五個 齁 我們原則上 我們原則上 十五個 齁 不要說評論比較多 總之是十五個啦 每個十五個啦 史萊林人都會說啦 情人都會說 沒關係 待會兒討論沒有關係吧 三分鐘而已嘛 十五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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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歡怎麼排就 聽你的好不好 哈哈 最後一個 每一個都可以講 民進黨 是好 其他十一百 那 民進黨要多少位 柯總召 是 要在這邊先獎定 還是你要回 總共要十五個嘛 對不對 百萬 十五個 香港有輸定啊 不要 不要說我大眾啦 欸 整個都要給你們啦 你們就扭一批 我們怎麼說啦 阿國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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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牙叫國牙威 不用牙威啦 沒有啦 我們十五個 我們十五個啦 但是到時候 是不是會放棄花園 我們內部再討論一下嘛 這樣好不好 好啦 這樣好啦 沒有啦 柯總共我只跟你說啦 牙叫不要牙威啦 真的啦 好 那這樣子啦 那這樣子啦 大體討論啦 國民黨黨團十五位 民進黨黨團十五位 時代力量黨團 他們有五位 五位啦 親民黨有 三位 三位 四位啦 就四五十五十五 那要放棄花園就放棄花園嘛 好不好 那大家就 阿其他各條呢 阿其他各條呢 阿其他各條 國民黨黨團就五個嘛 沒辦法是說 我們來講平年 如果其他沒有爭議的 其他偶然都不發援 我們不發援啦 好 但是有人發援 我們要一個 最多一個啦 好 那這個合理啦 一個啦 阿有爭議的五個啦 沒有爭議的部分 如果沒有人發援 國民黨黨就不發援 阿如果有一個人發援 他們至少有一位 他們就有一位發援 這樣 我覺得這個很合理 這樣就好 合理 那表決就是 學上沒有結果這幾條 阿沒有學上結果這表決 對啦 阿都沒有合理 對啦 沒有保留條文的部分 這兩天拜託喔 這不處理啦 不是啦 這個 這個 不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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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黨團跟國民黨 還是先再溝通 這兩天再溝通一下啦 那禮拜一 有必要我們就再召集 沒有啦 我是真的拜託那三點喔 觀眾認真思考那三點 好啦 黨團那三大點啦 民進黨 民進黨也有五位啦 兩個黨團都嫁兩位啦 我們就 不過如果說他們要壞 我們也遵守 他們有那個意見 我們都要調整 好 這裡 因為大家都是錄音錄影 有文字搞出來 所以我們就不要牽制啦 講了就算啦 這樣啦 你說 協商就沒有那一天的結論 就是照這個程序進行啦 這樣好不好 這兩天拜託 民進黨黨團跟國民黨黨團 針對保留的部分啦 這樣好不好 大家滾住啦 滾住啦 照錄音錄影跟文字搞出來 就這麼走就對了 就照這樣子處理啦 好 那就這樣子啦 這兩天 這兩天 再宣告一次喔 來 再宣告一次 他知道啦 他知道啦 不會啦 都知道啦 審查會的55522嘛 如果他們 時代力量跟親民黨 他們要再講 我們就尊重嘛 好 這個順序啦 因為早上有在講 就是交叉順序喔 那我們 就是說 親民黨 時代力量 國民黨團 民進黨團 就這樣輪流的順序 好啦 好不好 好 OK 那就這樣子喔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有一個結果啦 好 如果是可以這樣 我們給他 ship 把時候會再給我 都要給我 可以儘快給你 來 是一個嗎 你是一個人 你又在那邊過什麼 小哥哥 你給我 讓我打給他一下 叫,叫他把他打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